好 直播 基隆市有突然有发生房屋倒塌的意外 而这个房屋倒塌的意外就发生在基隆仁爱爱一路 这一栋贴出代售的房屋 在今天15号下午大约一点多的时候 因为二楼的内部结构不稳 在二楼突然发生了倒塌的意外 而消防人员获报后 紧急派出了消防车以及救护车在一旁待命 我们先来听一段消防人员的最新说明 现在目前要以空拍机飞到内部去查看一下它的结构 然后看一下评估一下是不是适合进去做一些作业 那目前结构机是这边评估它的主结构是正常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后续的话会由我们市府的公务处那边 来直接对这栋建筑做一个拆除这样 所以现场是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根据了解这一栋二楼的建筑 其实是年久失修的状态 再加上它的二楼已经是钢筋水泥都已经属于非常老旧的状态 再加上建筑界是说 不排除这栋房子是海沙屋建筑才会酿成这起意外 而这栋房子已经属于是不安全的状态 它的房屋的整个架构已经是非常摇摇晃晃 整栋建筑都是非常的不安全 而消防人员也派出了特搜队的总共10名在一旁守候 要和结构机器一起来讨论要如何安全的拆除这一栋房子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时间镜头 欢迎棚内 大仔静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